至今如姑母一般无声无息 连该得的名分都没有 皇上 主 主 皇上怎么走了 今儿是您的生辰 皇上怎么去了海长在那儿啊 别收拾了 阿若你下去 是 索性留下 主 您还是说了 皇上身为人子 有许多事他不明说 可是我知道 他一直记得他生母的神残 也想表一番小心 今儿我说出了这番心意 希望皇上可以成全自己 可今儿是您的生辰 皇上连夜袭没完就走了 显然是生了气了 您实在是不值得 怎么 久没伺候朕 规矩都忘了 臣妾有罪 只是 今天是贤妃姐姐的生辰 皇上到臣妾这儿来 有什么不合适吗 臣妾这里略微简陋了一点 还是皇上 要不要去 皇后娘娘那里 朕不想住这阴汐宫 是 皇上 皇上 不要和朕说话 只有在你这里 才不会有人烦着朕 是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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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回事啊 皇上今天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我听说皇上在义主那儿受了气 去把暖哥收拾一下 今天我睡那里 可皇上好不容易来一次 今天是姐姐的生辰 我若真是寝了我成什么人了 就算您睡了暖哥 也没人明白您的心 都以为今夜您是了寝 我是为着姐姐 也为了自己 要别人懂什么 这个师姐也没什么好吃的水果 皇上昨天赏那杨梅还不错 知道皇上疼您 有什么时仙祸色都先赏您 哪有皇上心疼您呀 贵妃娘娘 看见谁来了 快走 海常在 过来 来 这儿两个快 快过来 笨笨的东西 你看她走了那样子 好像谁见她三百跳一样 你说皇上当年怎么能看上她呢 先别说了 请贵妃娘娘 家贵人 仪贵人安 海常在 都快两个月了 皇上就再没去过你们延禧宫 是 皇上忙于朝政 那天贤妃生辰 皇上还不是丢了贤妃 贵妃到你屋里 满宫里都传遍了 贤妃可真能不讨皇上喜欢呀 皇上到你那里的时候 是不是很不开心呀 家贵人 您知道贫妾的 贫妾在皇上面前 连头都不敢抬 怎么会知道皇上的脸色呢 你也算不错了 自从你搬去延禧宫 皇上总能顺便去看看你 皇上 那天就没跟你说点什么姐妹 贫妾笨嘴捉舌 皇上也不大和我说话 瞧你那样 真是没气 我是皇上也不喜欢你 走吧 本宫宫里还有些蜜瓜 一块尝尝去 好呀 好呀 稀罕我 稀罕我 怎么样了 秦公公 这个月的阅历银子 该送的都送了 只是这延禧宫的 没罚的吧 按您的吩咐 没罚 托着他们 遮 这延禧宫的阿若 多大的气息 一点得意 就敢在内服指着鼻子骂人 这会让他们尝尝滋味 公公 这下衣的料子也该发了 发 都发出去 至于延禧宫的嘛 这些就算了 到库房里倒 捡点好的送过去 遮 狗眼看人低 这个月的阅历银子又没来 还有送的那下衣料子 那都是什么 二若姐姐 你小声些 那主还在里头呢 各公的分力本就减半 这下更没了 难道不出生就可以 不用穿衣示范吗 我上内务府去 二若姐姐 你别急呀 你去了无非是闹一场 白白给他们看了笑会儿 你说呢 不行 我非得去 二若姐姐 我非得去 海岚 姐姐 这就是内务府送来的下衣料子 这种天香卷 裁了之后做衣裳 夏天穿起来挺凉的 看着倒也不错 你看看里面 我看见 怎么全是府的 内务府竟然敢这样子敷衍姐姐 难怪阿若会生气 外头个个 都在看姐姐的像话呢 姐姐怎么还沉得住气 修这个 好不容易让如意馆的画师 找出这幅春山行旅图 不沉出气 修出来 难道出去 让别人看是非呀 主 该用午膳了 清汤寡水的 还有这汤 不是昨天送回去的吗 怎么又给送回来了呢 内务府奋力的银子没有到 小厨房也开不了火 这些都是御膳房送来的 这怎么成呢 这些吃不得阿姐姐 强求吧 叫贵妃娘娘处手多大 秦公公 这是干什么 内务府送来的下衣料子都是府的 这江人怎么穿呢 府的 那定是严禧公啊 煤气太重 毁了那衣料 你 你胡说八道 不说那衣料 为什么月里银子也短了 短了吗 你忘了 年下的时候 严禧公用正用纳 都是顶好的东西啊 内务府还自己掏了腰包补贴的银子 这眼看都快夏天了 还不把这笔银子给堵上吗 我都算过了啊 按照这么个扣月银的法子 严禧公欠下的数目 要到明年的这个时候 才能还清 严禧公什么时候要这要那 欠内务府银子了 欠条呢 款项呢 拿出来给我瞧 欠条 没有 那可都在我脑子里记着呢 再说了 哪有主子欠了奴才钱不还的 说出去都让人笑话 你是眼瞧着严禧公失丑了 世子姐软的你也是吧 错了 能把皇上气得掉头就走啊 严禧公就是烂世子一个 但是 别碍着我去启强宫送东西 走开 走开 你 狗奴才 你给我等着